美国取消 南部非洲的旅行限制 从12月31日开始 美国将取消针对南部非洲八个国家的旅行限制 这些限制措施细于11月下旬首次宣布 以回应对Omicron 一种新型高传染性COVID-19变体的担忧 Omicron最早是在非洲南部发现的 这些限制针对来自南非、博茨瓦那、津巴布韦、纳米比亚、莱索托、埃斯瓦地尼、莫桑比克和马拉维的旅行 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不受限制 但仍需要在旅行前进行阴性测试 白宫发言人凯文、慕尼奥斯、Kevin Munoz 在推特上说,12月31日将取消对南部非洲国家的临时旅行限制 当初的决定是由CEC建议的 这些限制让我们有时间了解Omicron 我们知道现有的疫苗对Omicron有效 尤其是加强剂 虽然Omicron的突变病例比以前的变异多得多 但来自南非和英国的早期数据表明 患者因这种特定变异住院的风险较低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报道 可能是Omicron更温和 或者可能是更多人对先前的感染或疫苗接种有一定的免疫力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首席医学记者乔恩、拉普克博士说 完全接种疫苗及加强免疫的人有更多的突破性感染 但总体似乎比过去乐观 不过,他警告说 尤其针对Omicron的免疫力下降 建议人们还是要注射增强剂 以显著提高免疫力 Omicron正在美国和欧洲迅速蔓延 现在,美国的大多数COVID-19病例都是由这种变体引起的 目前尚不清楚Omicron最终将在美国产生什么影响 尽管制药商的研究表明 目前的治疗方法在治疗它仍然有效 世界卫生组织在各国宣布旅行限制时 曾谴责这些措施 健康生活编辑部